俄國就不想得罪中東的盟友 因為俄國和其他國家的關係 例如沙地、亞曼、巴林的關係不太好 最好就是敘利亞 於是俄國就想保住自己的盟友 結果俄國和中國反對之下 到議案就不通過 但是否代表了歐美會放過敘利亞呢 未必的 因為你可以用北約的名義 甚至現在盛傳美國想組織一個國際的組織 來負責專注在俄里亞這件事 因為北約就不受制於聯合國 為何這次要借摩洛哥提出的議案 希望可以通過呢 就是希望出師有名 如果議案是通過了 本身是沒有法定的力 如果通過了也會沒有事情發生 但如果通過了 北約就出師有名就可以介入敘利亞的反對派 現在北約出師無名之下 其實可能要等待一些時機 例如內戰爆發 反對派和政府軍真的發生戰爭 還有政府有進一步的大屠殺 因為星期六政府都殺了二百多名的平民 所以如果這樣的大屠殺再發展下去 有機會北約就會介入 還有就是有機會和巴薩爾去競爭 希望你好像也門的總統 阿薩德那樣 就自己放權 就自己流往海外 但是暫時還沒看到 因為看到巴薩爾很想拿回權 因為始終國內反對勢力人數不太多 就是軍人方面 始終半變得也有萬多人去陪伴他 如果更多的話 去到十萬、八萬就不一樣 始終他還沒怕 外國給他的壓力也不是太大 暫時看到巴薩爾可以保住政權 也是挺樂觀的 但是你覺得北約出兵的可能性大嗎 可能性大是巴薩爾沒有法典也沒有殺人 如果再這樣殺下去 北約是可以基於人道的理由 好像利比亞那樣而出兵 但是說到尾也是好處的問題 說到尾不是殺多少人的問題 權衡輕重的就是好處的問題 而俄羅斯和中國的表態 在敘利亞已經有很多反政府的示威者 法政府的活動也表態 有些標語 感謝中國和俄羅斯 當然是名寸他們 以及蕭奇 是的 蕭奇 其實俄羅斯和中國真的很出名 由記得利比亞的時候 俄羅斯也阻止聯合國介入 因為這個舉措 中國也頒了孔子和平賬給普京 我覺得禮上往來 這次應該到俄羅斯頒上和平獎 給胡錦濤 史大林和平獎 你要考慮一下 史大林屠殺獎 對 和平獎 和平獎 胡錦濤 這個就是敘利亞的局勢 我們繼續留意 另外呢 可以去廣告先 另外呢 二環財務提供私人貸款 首案 二案 低息清卡數等服務 歡迎致電查詢 電話總機 二八九二七八二三 旺角分店 二一五二二二三八 排招號碼161-2011 靚波王速新推出赤板豚骨煲 鮮辣新口味 很特別 除了正宗澳門豬骨煲 和靚波王 他的新鮮手切肥牛 和專門搜羅的優質新鮮生料 亦都遠近辭名 靚波王 仍是衛生署認證的有型食肆 嘗一嘗靚波之味 即打23990812 或嘗 www.23990812.com 神州大地無奇不有 大中華港到舊 恩新港力蘇說三道四 每個星期二晚維穩八點 和你深入淺出多角度干涉國家大事 一個符合中國網民利益的節目 國情新知 和你顛覆思潮煽動智慧 早朝天下 回來繼續關注國際局勢 就是關注福克蘭群島 福克蘭群島發生什麼事呢? 林康正 英國最英俊人士 威廉王子 開始福克蘭群島復兵役了 因為傳統上 英國的空軍飛行員 都要去福克蘭群島復六個星期 他們基於天子和屬民都是平等的 於是威廉王子也不例外 就要去福克蘭六個星期的兵役 其實這件事在英國來說是正常的 當然在阿根廷心目中 你是屬於挑釁 或是宣示主權 因為福克蘭 先介紹福克蘭的歷史 因為福克蘭是1592年 由英國人戴維斯先生發現的 1690年英國人登陸了 將這個島改名為福克蘭群島 1764年法國人也登陸了島的東面 建立了一些港口 第二年英國人在西面再登陸 聲稱有這個主權 結果有什麼情況出現呢? 東邊就是法國人 西邊就是英國人 1766年法國人將東邊的島 賣給西班牙人 為什麼西班牙會和阿根廷有關係呢? 因為阿根廷曾經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結果後來在1810年左右獨立的時候 都宣稱科克蘭群島都屬於西班牙 當然了 1833年英國就派出軍艦去 宣稱主權屬於英國 英國順利在阿根廷手上拿了一個實際上的控制權 18幾年都是英國宣稱有的 阿根廷也沒有放棄的 1982年那時候 阿根廷派人去島上升旗 所以就扯了一旗 結果4月 甚至派兵去進攻科克蘭島上的英國的軍隊 結果打了兩個月 結果英國就贏了 簽了停戰協議 當然 最大的特色就是安德魯王子也代表英國的海軍去參戰 所以今次威廉王子去代表英國的空軍去復兵役 就說勾起了阿根廷人的戶役 因為當年安德魯王子 今天威廉王子屬於少少挑釁 阿根廷外交部就說英國人宣示主權的問題非常之不滿 因為早在去年的年底 英國已經派石油的公司去附近的海域探測石油 勾探有沒有石油 那又勾探不到的 勾探不到的 初步結果就令人失望 因為現在有多少石油都還不知道 所以我相信阿根廷政府是不會高調去反擊威廉王子這件事 表面上說少少東西就算了 因為阿根廷你說負數不算很負數 人均GDP達1萬7千元 算高人不高低人不低 因為香港就3萬多 中東沙地有4萬 比起這些國家 阿根廷就算普普通通 對外關係來說 其實阿根廷每兩年就一次去選舉 因為阿根廷參議院 每兩年就選三分之一 分開三次選 六年的任務期 進議院就四年 每兩年就一次 比如說阿根廷經常大選 如果你在外交上要強硬它一點 但是如果你引發他的戰爭 選民又不會去買你 因為剛剛阿根廷的女總統 阿菲南迪斯 剛剛才連任他成功 我相信他也不會冒那麼大險 正式跟英國人去反面 至少阿根廷經濟在金融海嘯之後 都不算太好 例如之前要搞私人退休金額 即是拿私人退休金 去拿來補助公共企業 就被人說是打架你的錢 去補助政府的欠債 那些人是很不滿 也都是欠債 達到八百多億 也是非常之厲害 甚至國內投資銀行 資金都大減 很擔心如果一旦跟英國去宣戰 就會爆發2001年的經濟危機 甚至1981年的阿根廷經濟大壩 通脹600%就很厲害 但不是這樣的 我覺得開戰的可能性一定很低 低到微乎其微 其實不是很大反彈 以波克蘭群島的居民來說 他們不抗拒英國主權 居民就不抗拒 阿根廷的左翼人士就抗拒 那是阿根廷本土內的左翼人士抗拒 那我不覺得會帶來很大的反彈 等於激進勢力 當然是激進勢力 但一個都是民主國家 都是確切的民主國家 我覺得很難打 但是那個邏輯就這樣說 邏輯就不是說 因為經濟的問題而害怕開戰 其實反而就是 應該這樣推論 如果經濟差到的地步 就反而會開戰 即是經濟去到貧林破滅的地步 就反而會訴諸於開戰 因為當你有很多原因 開戰可以有不同的方法 帶來一個經濟上的俗命 還有當你管治出現問題 內部管治出現問題 就會訴諸於外敵 將矛盾擺出 但其實我又覺得 他不去到這個程度 遠遠不去到這個程度 因為第一次發動戰爭 當時是1981年左右 阿根廷就會大選 而當時阿根廷就有經濟危機 1981年到82年就大選 那時阿加爾鐵利就決定 借助福克蘭事件 希望在外交上拿些面子 結果打打輸了 令到他總統也輸了 皇上的推測是很合理的 因為暫時只有阿根廷的左翼人士 有五十人 蒙面 五十人 這麼像 即是叫喬巴草的左翼組織 這個組織就是 一個是崇拜委內瑞 以前是軍事領袖 中文譯名應該是玻利華雅 以前帶領委內瑞拉 秘魯和巴南亞 去反抗西班牙殖民地政府 屬於他們的精神拒領袖 即是崇拜人士 他們反帝國的主義 以及主張廢除私有財產 所以很多左翼沒有那麼激 那些都是不妥的 因為左翼都是四分五熱 你看香港的左翼你也知道 阿根廷也是 都是的 全都是這樣 所以最激最激的那一批左翼去示威 除了古巴 除了古巴是統一左翼的國家 所以都是難成這個大器 但也考慮一下 我覺得這個衝突 其實不是很大規模 但因為威尼王子那麼英俊 他可能精神壓力比較大 我覺得他應該是帶上海啼去的 我覺得就會平息這個風波 但正常就不可以 那就破例 為了這個外交事件 就帶上他老婆去復兵翼 一來你復兵翼又舒服一點 又可以享受一下 又不用進行林安正最喜歡的綱交 不用啦 阿根廷那裡有那麼多美女 還有很多企鵝 企鵝 企鵝 猜不到 休息一下 每次的潮拜潮著 留意他們介紹的最新扮靚心得 和潮密資訊 就包你漂亮爆鏡啦 欸 過來幫我看看哪個課程適合我 這次又想學些什麼呀 射箭咯 射箭 你行不行的 早日曬雨淋 不怕辛苦嗎 不怕 美化射箭教室 現在在荔枝角港鐵站上面開了間室內射箭場 不受天氣影響 幾時都玩得 還有註冊的合資格教練駐場教導 最適合十歲或以臣的初學人士去玩 完成還有證書 可以點名字啊 打2515-1161 或上www.bermond.com.hk就可以了 靚波王速新推出赤板屯骨煲 鮮辣新口味很特別 除了正宗澳門豬骨煲和靚波王 他的新鮮手切肥牛 和專門搜羅的優質新鮮生料 也都遠近馳名 靚波王還是衛生署認證的有型食肆 嘗一嘗靚波之味 即打2399-0812 或上www.2399-0812.com 二環財務提供私人貸款 首案、異案、低息清卡數等服務 歡迎致電查詢 電話總機2892-7823 旺角分店2152-2238 排招號碼161-2011 在這個世界發生的靈異事件多不勝數 但我們身處不同地方 又怎麼可以第一時間掌握到世界各地的靈異資訊呢 有見及此 香港人網潘兆聰恐怖在線 現正發動全球華人恐怖在線大武站 只要你的鬼神之說 有敏感觸覺 又願意第一時間提供你所身處的地方 所發生任何的鬼異個案 我們歡迎你成為全球華人恐怖在線地區代表 有興趣的朋友請將你的姓名身處地方 電郵到admanpun0202 at yahoo.com.hk 恐怖在線 甚至全球在線 我們需要你的報料支持 地圖 地圖 。 。